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出去找活干 补贴家用 我们虽然穷吧 但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很看重的 从小就让干农活体会其中的艰辛 让其知道能读书不易 要珍惜读书的机会 大儿子成绩平平 考上了一所不入流的大学 出社会后 薪资也有八千多 小儿子在武汉大学 在他读大三的年时 大儿子告诉我们 他找了女朋友 说是城里的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父母在城里当二房东 开喜狱中心 我和老伴心里自然高兴 只是内心有些自卑 老伴感叹道 你说 咱就是靠天吃饭的农民 儿媳能看上咱家吗 大儿子知道我们的想法后 说 爸妈 你们放心 我提前就和他说过了 父母是靠种地把我养大 如果介意 可以不结婚 他听说后不但不介意 还特别心疼你们二老 还说要来看望呢 我和老伴听了 心里乐开了花 母亲节那天 我在农村老家突然收到一束康乃鑫 正当我纳闷时 儿子打电话说是儿媳送我的 说句心里话 和老伴结婚都没收过花 人生中的第一束花是儿媳送的 心里美滋滋的 拿着花去村里走了一趟 别人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的儿媳妇 等到谈婚论嫁那天 庆嫁要求十八万彩礼 买车买房 买房付的首付 我和老伴粗略一算 大概花了八十万 我和老伴辛苦半辈子的积蓄就没了 还欠下不少外债 心里虽然有些心疼 老伴安慰说 没事的 只要儿子儿媳以后过得幸福 就算让咱去捡破烂 这心里也舒坦 况且现在趁着咱俩还年轻 还可以奋斗几年啊 等小儿子结婚 咱俩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儿媳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甚至与我结仇 这么些年也不理我 从没叫我一生吗 儿媳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 我当时和老伴在工地打工 我打算辞职回来照顾 儿子说不用回来 说我也不知道儿媳口味 直接让亲家母伺候 虽然没有回来 但是我也给赚了三千块钱 给她当作营养费 毕竟那个时候我还欠外债 小儿子还在读书 真的很困难 孙子出生后 我和老伴拿去了一万 本以为是很体面了 谁知儿媳当着我的面说 我妹生娃 婆家给了五万呢 就你这点钱够干啥的呢 当时我的老脸割不住 直接出去了 听见儿子说 你明知我家这样的条件 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咱不再钱多少 有心就行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尊重我父母 儿媳也顶嘴道 你就心疼你父母 那我父母呢 每天内妖辛苦照顾我 我有说啥吗 反倒是你父母就给这么点钱 打发谁呢 我一听 两人吵起来了 生怕两人因我闹得不愉快 赶紧劝道 燕子 妈现在手上确实困难 等妈还完债 以后会补贴你们的 儿子要工作 一直在外地出差 儿媳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有时候工地活少 我提前回了家 想去照顾孙子 让儿媳轻松点回家后 我每天起早去买新鲜排骨和蔬菜 儿媳也不领情 总是冷眼相对嫌弃我 饭菜不好吃 直接点外卖 有一次 儿媳说去外面吃饭 我就自己炒了盘白菜 对付几口 到了晚上八点多 儿媳领着她妹妹 一家三口回来了 看见桌子上的菜后 怒道 喂 赶紧再做几道好菜 我们在外面没吃上饭 我一听 有点不高兴 说冰箱也没菜了 这个点上哪去买菜 要不给你们煮鸡蛋面先吃着 明天再去买菜 儿媳一脚踢翻凳子 不依不饶地说 我看你就是不想去买 谁吃这个 她妹妹健壮 拉着她说 姐 都这个点了 吃点面条算了 老人也不容易 互相体谅一下吧 不知道她哪根筋不对 非得跟我吵 说些很难听的话 我再也绷不住了说 你摸着良心说 我对你咋样 这一个月以来 花了我四千块钱 你不心疼我心疼 每次你说要买榴莲 我连块皮都没见到 就被你拿去你父母家了 你有把我当人看吗 告诉你 不要以为我平时不吭声 你就以为我好欺负 可你要知道 人都是有底线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 谁受得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伺候你了 爱咋咋地 说完 我脱下围裙就打算离开 听到孙子哇哇大哭的声音 我心都碎了 在我离开时 儿媳又放狠话 你就走吧 现在不帮我们分担 等以后老了休想 我给你们养老 我冷哼一声 你想多了 你别让我养你们就行 儿子知道后 也在中间调解多次 但是心里那个梗 始终无法抹去 从那以后 儿媳就搬去他娘家住 逢年过节 也没见他回来过一次 听儿子说 自从儿媳搬过去以后 亲家母经常生病 不仅不能帮忙带娃 洗衣做饭 都是儿媳在做 和对我的态度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而我这几年来 一直和老伴勤勤恳恳 在工地打工 平时也很节约 后来 小儿子工作后 几乎没让我们负担 结婚时 亲家也没为难我们 我们也攒下一笔养老钱 这一晃过去了八年 平时只有大儿子在家时 我们才能见见孙子 特别想念时 儿子会找借口带孩子过来 每次见到孙子 我们总是满心欢喜 恨不得将所有的爱 都给予他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发现 孙子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似乎越来越远 有一次 我们买了很多玩具给孙子 让他叫爷爷奶奶 孙子一脸冷漠地说 我妈说了 你们不是我爷爷奶奶 让我不要你们的任何东西 听到孙子的一番话 我和老伴面面相去 内心触动 我说 虽然咱们见面时间少 但是我们很喜欢你的 别听你妈胡说 我们永远是你爷爷奶奶 其实 很多次 我都想去儿媳家看看孙子 也知道儿媳不待见我 碍于情面一直没趣 上个月 我和老伴正在 二十五层楼高的工地 汗流加倍地扎钢筋 许久未联系的儿子 打来电话疲惫地说 妈 你手里还有钱吗 我不明所以地问 怎么了 儿子支支吾吾地说 燕子妈妈住院了 需要做手术 要预交十五万 这几年 岳父生意赔了钱 岳母常年吃药 拿不出手术费用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找您 燕子她还不知道呢 她也张不开口啊 而且 你也知道这么多年 燕子这么多年 都没去上过班 都是靠我一个人赚钱 又要养孩子 一点积蓄也没有 她妹妹拿了两万 她父母拿了八万 目前还差五万 燕子都快疾风了 平日里那些亲戚 都没人帮忙 都怕还不上 我立马答应了 下班后就让老伴去银行 给儿子赚了五万过去 我本想着去医院看看 亲家母 但是怕儿媳看见我 不自在就没去 一直就装作 不知道亲家母手术的事情 亲家母手术很成功 没过多久就康复出院了 得知我也很高兴 儿媳也跟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一看 当场就泪崩了 大致说的 就是自己不懂事 让我原谅她 今天端午 我们工地放假 我和老伴正在家里看电视 听见敲门声后 竟然是儿子儿媳 带着孙子来了 儿媳上前就搂住我说 妈 对不起 怪我当年不懂事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让您受委屈了 听见这一声 妈 我泪水如泉水般涌出来 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 孩子 妈不怪你 老伴笑着说 你们来也不跟我打电话 我好买菜呀 家里啥也没有 吃啥呀 儿子说 爸 别忙活了 我们在饭店订好了 就是来接你们去吃饭的呢 我们来到了饭店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气氛温馨融洽 儿媳不停地给我和老伴加菜 关心我们的生活状况 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饭后 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去外面玩了一会儿 我和老伴则坐在饭店里聊天 老伴感慨地说 看到他们现在这么幸福 我们也算是放心了 我点点头说 是啊 当年的那些不愉快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不一会儿 儿子儿媳带着孙子回来了 儿子说 妈 爸 我们有个想法 想请你们帮忙照看一下孙子 我们俩想出去打工 多挣点钱 我和老伴对视一眼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儿媳感动地说 妈 谢谢您 以前是我不懂事 让你们操心了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我笑着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你们过得好 我们就开心了 从那以后 儿子儿媳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们也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孙子 每逢节假日 他们都会回来看望我们 一家人其乐融融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但只要我们相互理解 包容 就能共同度过难关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 我们这个家庭会一直幸福下去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看上一个包 我哥很痛快地给我转了钱 哥你是我的神 我爱你 收了我哥转给我的钱后 我合计着买了包后 剩下的钱再添点钱 等过几天把他一直不舍得买的那个手办给买了 其实十万块钱对于我来说不多 但贵重的是我哥对我的爱 最近他交了新女朋友 是他公司里的实习生 他叫宋雅 是个很努力勤奋的女生 我哥提起女朋友时 每眼都是温柔的 我哥这辈子太辛苦了 我真心地希望他能找个疼他爱他的女朋友 共度一生 宋雅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我哥一边给宋雅挑礼物 一边回我和你一个学校的 和我一个学校的宋雅 哦 我想起来了 大四确实有个白富美学姐 叫宋雅 周末 我哥带她和我一起吃饭 我一见 果然是我知道的那个宋雅 想起学校里的风言风语 我不禁蹙了蹙眉 阿月 你妹妹气质真好 果然更配这款香奈儿包包呢 一坐下来 宋雅便朝我微微一笑 夸我 只是语气多多少少的 有些阴阳怪气 我看向我哥 我哥立马和宋雅解释 她是香奈儿控 是VVIP 所以一般有什么限量款 经典款到货了 贵姐都会先留给她 宋雅敏敏嘴角 真羡慕呢 我哥语气宠溺 没办法 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不宠着谁宠着 我们的爸妈去世很多年了 所以我算是我哥拉着大的 我记得小时候 她上学没办法带我进教室 我就守在门口 吃着她买给我的零食等着她 她下课后 会走过来摸摸我的小发灸 再奖励我一颗糖 我们就这样 磕磕绊绊地长大 幸运的是 父母拼搏了大半辈子 留下了丰厚的家底 足以让我和我哥 衣食无忧地长大 宋雅一脸不赞同 话虽如此 可谁家女儿这么宠着呀 在我们那儿 女儿都很懂事地知道 要和哥哥避嫌 尤其是哥哥有女朋友后 更不能乱花哥哥的钱了 咋 合着在你们那儿 哥哥有女朋友 就成孤儿了呗 还不等我反驳 我哥便发出了灵魂般的疑问 看着我哥那张真诚到极致的脸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宋雅见状 立马委屈地红了眼眶 阿月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女孩子要有界限感 不能这么大手大脚地 花着家里的钱 不花自己家钱 花你家钱啊 我哥又问 宋雅咬了咬嘴角 不作声了 剑表还得直男上 后来我才知道 她早就看上我今天背的这款包 想让我哥给她买 可惜一直没货 看到我背后又羡慕又嫉妒 私底下和我哥提了好几次 让我把包送给她 但都被我哥拒绝了 我就纳闷了 宋雅不是白富美吗 怎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 小家子气不说 还将封建主义重男轻女那一套 刻进了骨子里 回家后 宋雅加了我的微信 第一句就是语重心长的教育 我不要乱花我哥的钱 第二句是要学会独立行走 不要事事黏着我哥 得 这是暗示我不要把她找我的事情告诉我呢 可惜我天生是个反骨 我立马就截图给我哥了 哥 你这女朋友不太懂事啊 直觉告诉我 宋雅和我哥在一起的目的不简单 她不是为我哥 而是为我哥的钱 我哥是有钱 但不能做冤大头 正经的嫂子 我还是举双手双脚的喜欢的 没办法 别看她家庭条件挺好 但她家从小重男轻女 她没什么坏心思 就是缺乏安全感 妈儿 你别生气 哥给你钱 想买啥自己去买哈 看着我哥给转的五万块钱 我陷入了沉思 我哥 啥时候变成恋爱脑了 我心里不安 担心我哥被骗 可自从和宋雅在一起后 我哥的胃病 已经很久没犯了 我哥还说 他现在每天都期待下班 因为宋雅会等他一起回家 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馨 不得不承认 宋雅是有点本事在身的 我本想着 只要宋雅别太过分 我也懂事点 少花点我哥的钱 就这么过去吧 可偏偏宋雅根本就没打算 让我好过 我生日这天 他非缠着我哥 要去一家网红店打卡 我哥说我生日带上我一起 宋雅便阴阳怪气地说 晚晚 你是不会打扰我和你哥 二人世界对不对 不就是一个生日吗 在我们那儿 女孩子都不怎么过生日的 我嘴角抽了抽 真想抽她两大耳瓜子问问 他们那到底是哪儿啊 怎么那么阴间 可为了我哥 我忍 当然不会了 我和我闺蜜们都约好了 你们去吧 不用管我 要不改天吧 晚晚生日就这一天 探店哪天都行 看来我哥还没到重度恋爱脑 可很难约的 晚晚 你能不能改天过生日啊 擦 头一次听说 生日还可以改天的 要不你去南山公墓问问我妈 能不能换一天 把我生出来 我有些恼火了 宋雅这是蹬鼻子上脸呢 阿月 你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宋雅一头扑进我哥怀里 樱樱地哭了起来 还不忘挑拨是非 晚晚 我知道你是害怕我的出现 抢走你哥哥对你的爱 可是你已经成年人了 不能总巴占你哥呀 学校里好多人都说 你有练歌痞 神特么练歌痞 这是阴阳我心理变态呢 我这人是有点反骨在身上的 宋雅的话愣是踩在了我的反骨上 宋雅 你自己爹不疼娘不爱 弟弟当你是提款机 你就觉得全世界的女孩 都跟你一样是不是 我看你才是心理变态 我气得想给她一个大逼斗 脑残也不能这么残吧 但凡脑子正常点 都说不出这么恶心的话来 宋雅哭得更厉害了 阿月 你妹妹她是真的不喜欢我 呜呜呜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才让她这么不喜欢我 阿月 我 对不起 晚晚你告诉我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你告诉我 我改还不行吗 你别拆散我和你哥哥行不行 我和你哥哥是真心的相爱的 不是 这话真的让人超级不爽 你哭哭啼啼 整得我打你了似的 看着茶意上身的宋雅 我心里窝火的厉害 要不是我哥在 早给他一巴掌 让他清醒清醒了 算了 哥你陪他去吧 我和小姐妹们一起过生日 为了我哥 我妥协 可宋雅蹬鼻子上脸 就是吗 当妹妹的要学会懂事 在我们那 有个不懂事的姐姐妹妹的 哥哥弟弟都很难娶到媳妇的 我咬牙 我钻拳 再不走 我真要控制不住洪荒之力了 宋雅 你自己去吧 我要陪妹妹过生日 在我快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哥却出乎我意料地推开了宋雅 他冷着脸 在我们这儿 只有没出息的男人 才会把娶不到老婆的原因 怪罪到姐姐或者妹妹身上 宋雅脸色狠狠地一变 阿月 我和我妹妹相依为命地长大 她是我的底线 更何况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在她生日这天去探店 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宋雅张了张嘴 想解释 可我哥根本没给她这个机会 行了 你赶紧走吧 再耽误 人家必电了 我哥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带我离开了 我没忍住 回头看了一眼宋雅 冷不丁地迎上她来不及收回的恶毒目光后 心里咯噔一沉 等定睛再一看时 宋雅已经患上了委屈巴基的表情 渲染欲气的样子仿佛被人狠狠地欺负了 哥 哥什么哥 不过生日了 我哥把我塞进车里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车上 我哥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我预言又指着 哥 要不你接一下 我哥侧目对我笑了笑后 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瓜子 对不起啊 今天是你生日 还让他惹你生气 哥给你转账 想买什么随便买 可是哥 宋雅他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害你们吵架的 只是我觉得 他真的挺过分的 你不觉得他三观很奇葩 尤其是封建主义重男轻女那一套 都什么年代了 他还被荼毒得这么厉害 我哥无奈地笑了笑 我知道宋雅有很大问题 有些时候也想和他分手 可每次一回家 看着他做的满满一大桌子菜 心里就暖和得厉害 我们两个从小就没爸妈 早就忘记了什么是家的温馨 偏偏宋雅能给我这种感觉 所以就很不下心来 我扭头看向窗外 鼻子酸涩的厉害 我何尝不懂我哥的心思 所以才对宋雅一忍再忍 晚晚是哥哥对不起你 我吸了吸鼻子 是我连累了你才是 自从爸妈意外的去世 哥哥就又当妈又当爹的 尤其是他高三那年 自己都忙成狗了 却还要照顾连连生病的我 无数个夜晚 都是在医院陪我度过的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没有我这个妹妹 哥哥的人生一定会顺遂很多吧 就在我打定主意 为了我哥做个忍者神规时 宋雅却又来挑战我的底线 你哥给你转了十万块钱 我看过你哥的转账记录了 这一个月就赚了几十万 谁家妹妹还伸手问哥哥要钱 要点脸赶紧还回来 起晚 练哥体是病 有病赶紧去治病 傻逼 臭不要脸 一股无名之火 在胸腔里熊熊地燃烧着 宋雅这是疯了吧 我哥给我钱和他有毛线的关系 他这还没嫁给我哥呢 就把手伸这么长了 这要是嫁了 日后还能有我容身之处 这样的女人 嫁进来算不算家门不幸 宋雅 我和你哥说了 你哥让你把钱直接转给我就行 献你十分钟转过来 不然我就转发到家族群和校园网 让你射死 直接转给他 让我射死 笑死人了 谁让谁射死还不一定呢 我当即截了图 发了朋友圈 应应应 这种嫂子好可怕 同步了家族群和校园网 自从遇到宋雅 为数不多的查意都被逼出来了 很快的就有人评论了 这种嫂子 但凡能进我家门 都是我的责任 咋 你哥是残疾 娶不到媳妇了 这种垃圾 也往回家取 宋雅 如果是我认识的那个宋雅 那就不奇怪了 笑死了 他在学校里嘚瑟地说 找到傻逼富二代 就是你哥 嗯 傻逼富二代 宋雅这么说我哥的 宋雅这是吃着我哥的饭 砸着我哥的碗 我哥喜欢他 心疼他 才会对他愚求愚取 依附首饰 珠宝车子 但凡他开口了 我哥就没有拒绝过 结果到了他眼里 我哥对他的爱 反而成了傻逼行为 家族群里看到我的截图后 也纷纷地私信 问我怎么回事 我如实相告后 他们个个气得不得了 扬言要替我做主 绝对不同意 我哥娶这样的女人回家 我心里暖暖的 父母去世后 家里这些亲戚 对我和我哥都很好 在我们被欺负的时候 都会站出来给我们撑腰 我哥应该在开会 还没看到我发的内容 发的时候 憋着一股气 想着先发制人 可这会儿却犯难 不知道要怎么和我哥解释 毕竟我哥那么喜欢宋雅 校园往里 宋雅很快地就被人攻击了 都说他太自以为是了 哥哥给妹妹钱 是很正常的事情 让他有儿点自知之明 这还没嫁进去门 就指手画脚 宋雅做到这个地步 我就算再替我哥着想 也容不下他了 如果我哥知道 他心爱的女人背地里 只把他当冤大头 得多伤心 留着宋雅在我哥身边 等他达到目的 掏空我哥全部身家后 必然会挥挥衣袖头 也不回地离开 长痛不如短痛 如此想着 我哥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心里便没那么顾虑 和内疚了 哥 晚晚是哥对不起你 让你受委屈了 被宋雅欺负恶心的时候 我没想哭 可我哥这么低三下四地 和我道歉 我反而控制不住 哭了出来 我哥听我哭了 也慌了 连忙哄我 晚晚乖 晚晚不哭 有哥哥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后来我才知道 我哥给我打电话之前 就已经给宋雅打电话分手了 但我小瞧宋雅的本事了 他竟然能低三下四地跪在我面前 说他错了 是一时鬼迷心窍 是被他爸妈洗脑了 求我原谅 我是不想原谅 但看着我哥那副样子 又于心不忍 宋雅这么死皮赖脸地 要留在我哥身边 我不相信是因为爱情 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笛在岸 我在明啊 好在 我很快地就发现宋雅的目的了 一日 我和闺蜜一起去逛街 意外地发现了宋雅 他手里拿的那个包 不是你前不久 托人从国外花八十万 买回来的中古包吗 顺着闺蜜杨桥所指的方向 看过去 还真是 那个包 我看中很久了 奈何商家说 被别人预定了 后来辗转才又被我买到 我以为丢件了呢 还把快递小哥给投诉了 合着被宋雅偷走了 我心里那个 我勒个擦 他对面的男人是谁呀 该不会是他背着 你哥养的小白脸吧 小白脸倒不至于吧 这么磕疹 宋雅应该看不上 我看那男人 一脸横肉胸向 一看就不是个善茶 我和杨桥偷偷地靠近 听清了二人的对话 这些都是 他买给我的包和衣服 还有一些珠宝首饰 这几个包 是我从他妹妹那儿 偷偷地拿过来的 听说都是几十万一个的 这个手机是全新的 上面是真钻 他一共给我转了三百五十二万 我留了一万 剩下的都在这里了 男人收下东西后 不仅没一句谢谢 反而给了宋雅一巴掌 你不是最会勾引男人吗 怎么才弄到这么点钱 一万也给我 掌本事了 还敢藏钱 宋雅被打哭了 却不敢反抗 把最后一万块 也都交了出去 我也没办法 齐悦有个妹妹 她把钱都给妹妹了 宋雅捂着被打的脸 毫无形象地大吼着 妹妹 男人阴身地冷笑 男人都你都能搞定 怎么搞不定个女人 如果我没猜错 宋雅就是传说中的昏托 真是没想到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这么老土的骗人方式 我和杨乔相视 看了一眼后 默契地收起手机 悄悄地离开 我是不是得说一句 你个人傻钱多呀 她和宋雅财交往几个月 就赚了三百多万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呢 杨乔吐槽着 这能报警了吧 报警 哼 那不是太便宜她了吗 她偷点东西也就算了 我家不缺钱 可她欺骗伤害我哥的感情 那就不行 亏我以前心软 我现在恨不得给我自己一个大逼斗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捏了捏手机 把你哥借我用用 我哥 知道宋雅是婚托片婚后 我心里反倒轻松了很多 至少知道她的目的了 我琢磨了一番后 和我哥说 我有男朋友了 要带回家 我哥高兴得一夜没睡 说我这小黑心棉 终于有人要了 可当她看到我带回家的男朋友 是杨乔的时候 愣住把人给揍了一顿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当我妹夫 杨乔 你够贼的呀 杨乔逆了我一眼 兄弟哪有妹夫亲啊 来来来 我给你带了见面礼 杨乔打开带来的行李箱 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百元大钞 八百八十八万 当我这个妹夫孝敬哥哥的 我哥翻了个白眼 我又不卖妹妹 孝敬哥哥的喝酒钱 和晚晚没关系 八百八十八万 在我哥和杨乔眼里 都就是个酒钱 可落在宋雅眼里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一直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宋雅 从她看见 杨乔一身高奢手工定制西装 和她手腕上那只百打斐力后 眼睛就亮得跟十五的月亮似的 这会儿又见她随随便便一出手 就是八百多万 更是活儿都附在她身上了 晚餐期间 杨乔又拿出了一本房产证 哥 这是我买给婉婉的生日礼物 前几天耽误了证才下来 您别生气啊 我哥瞟了一眼 地景山庄 这不是你家开发的吗 是啊 我把位置最好的那套 留给婉婉了 杨乔一边说着 一边宠溺地看了我一眼 还别说 杨乔这演技挺好 看得我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真羡慕婉婉呢 还在上学就有房子了 宋雅一副羡慕不已的样子开口 随后又小心翼翼地和我哥解释 阿月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单纯地羡慕婉婉婉好命 我哥笑笑没说话 我也笑笑没说话 气氛一下子尴尬住了 我偷偷地给杨乔使了个眼神 杨乔立马会议 这有啥呀 如果我没记错 晚晚名下已经有五套房了吧 不差我这一套 五 五套 宋雅惊了 足足有十秒钟 他才回过神来 低声地嘀咕了一句 你们家怎么女儿也可以分财产 瞧 老毛病又犯了 我们这家家户户女儿 都可以分财产呢 这有什么不对劲吗 杨乔不动声色地补刀 宋雅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 立马尴尬地笑了笑 我去厨房看看 汤包好了没有 说完便起身离开 多多少少有些落荒而逃 我看着不动声色地勾了勾嘴角 宋雅现在的心一定跟猫挠过了似吧 猎物已经出现了 猎人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有了前车之鉴 宋雅谨慎多了 他不再和我哥说什么 他们家那边女孩多懂事 多识实误了 他改变了策略 他一改往常 一下班就回家做饭的作风 每次都九十点 才筋疲力尽地到家 我哥当然心疼了 一问才知道 最近要加班 又要等公交坐地铁 对不起阿月 我也想早点回来给你做饭 可你也知道 我是实习生 主管都加班 我也不好意思走 你再忍忍 等我忙完这阵就好了 我哥更心疼了 以后下班我都等你 你坐我车回来 可是这样会让公司的人 说闲话的 宋雅敏民嘴 欲言又止地看向我 我听说 晚晚在公司附近有套房 能不能 能不能暂时借给我住几天 等我实习完就还给你 听说 你听谁说的 啊 是 是你哥说的 我看向我哥 我哥也看向我 可能是我顺口提过一嘴 哦 我抱住水杯 默默地喝水 不答应 也不拒绝 是我让杨潇一不小心说漏嘴 告诉他 晚晚 你有那么多套房 借我一套 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怎么就没影响了 我那套房靠近金融街 三百多平 租出去每个月五万呢 你要真想住 给你打个折也行 三万一个月 宋雅将了将嘴角 渲染玉气地看向我哥 我哥犹豫了一下 立马表态 晚晚 你把那套房 按市场价卖给我吧 行啊 十万一平 就按三百平算 一共三千万 不接受分期 可以 改天去办过户 雅雅 你以后就住那 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宋雅一听 开心不已 真的吗 阿月 谢谢你 看着我哥笑得满脸褶子 我都心疼 那个阿月 你能不能把房子 落到我名下 你别误会 我想着 反正我们要结婚了 你把房子送给我 当嫁状好不好 我不是贪心 就是担心别人知道 我嫁给你的时候 没有嫁妆会笑话你 我真是 恨不得一个白眼翻死他 他这脸 十张四指都画不下 我哥倒是想给你 可转头 你爸妈知道了 就得大闹一场 以死相逼 让你转给你弟弟 这一句话 噎得宋雅说不出话来 他这叫啥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谁让他天天念叨在他们那儿 姐姐妹妹的一切都是 要给哥哥弟弟的呢 我哥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乖 结了婚我的就是你的 就算你爸妈耍坡 也抢不走 宋雅敏敏嘴角 嗯 你说得对 想必这个时候 宋雅就已经打定主意 要甩掉我哥 令潘高知了吧 宋雅最近总是以被人发现 二人关系为由 拒绝了我哥等他一起回家的邀请 他干嘛去了 当然是去勾搭 更舍得给他花钱的猎物了呗 当杨潇把写了他名字的房产证 递给他面前的时候 他恨不得扑进杨潇怀里 当场现身 萧哥 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这样会让婉婉误会的 宋雅嘴上这么说 可把房产正往包里塞的动作 可一点也不含糊 没事 反正他房子多 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在乎的 杨潇随口一说 却像刀子一样的弯在宋雅的心里 我躲在暗处 看着他低着头 暗光头在他身上 整个人看起来阴郁的不得了 听说你喜欢包 我特意买了限量款 你看看喜不喜欢 杨潇把包递给宋雅的时候 他才抬头 可当看到包后 好不容易扬起的笑意 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僵硬住 这 这 怎么不喜欢 没 很喜欢 宋雅面色惨白地收下了包 嗯 很好 这个时候该我出场了 好你个杨潇 原来是你拿走了我的包 我满脸愤恨地从角落里冲出来 一把抢过宋雅怀里的包 恶狠狠地瞪着杨潇 这可是我花了八十万买的包 你太过分了吧 说完后 又挖了一眼宋雅 你说我男朋友礼物这件事情 你男朋友我哥知道吗 宋雅一副被我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 躲到了杨潇的身后 潇哥哥 我害怕 潇哥哥 这才几天就叫得这么亲热了 其晚你能不能别跟个泼妇似的 你学学人家雅雅 杨潇护着宋雅 耿着脖子 鼻孔对着我 再说了 什么你的包 这个包是我亲手 从奢侈品买手那里买回来的 是吗 可这包是我和你妹妹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看中的 她可以替我作证 你要非这么说 那就是有人偷了我的包 我要报警 一听我要报警 宋雅立马慌了 既 既然雅雅喜欢 那就送给你好了 什么叫送 本来就是我的 我当即拿出电话报了警 因为价值八十万 警方很重视 立马就将我们几个人 一起带回了警察局 我拿出购买凭证 物流信息 清官证明 还有开箱视频 又叫来了杨桥这个证人 足以证明 这个包是我买的 可杨潇也拿出了 从买手那里购买的凭证 甚至还把买手叫来了 买手坦言 是前几天 有人拿过来买的 这一对质 便坐实了 有人偷了我的包 并专卖给 二手奢侈品店的事实 我开口 那么现在 只要把卖包的人找出来 就能找到是谁偷包了 宋亚立马否决 警察同志 不用那么麻烦 反正现在包又回来 这件事我们撕了就行了 宋亚更慌了 她能不慌吗 一旦揪出卖包的人 她联合别人当婚托骗人的事情 就会败露 到时候 别说是我哥会和他分手 他自己也要坐牢的 你没弄错吧 我才是受害者 我还没开口呢 和你有什么关系 警察同志 我不私了 必须把卖包的人 揪出来 谁知道 他还偷了多少东西 你们必须为民除害啊 我冷言反驳 宋亚的话 贴了他一眼 继续道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 我都必须弄清楚 万一是家贼 我怕哪天 会危及我的生命安全 在我强硬的态度下 警方开始着手调查了 多亏了随处可见的摄像头 警察很快地 就通过天眼 锁定了目标 就是那天 和宋亚接头的男人 我看了一眼 明显地慌乱的宋亚 指着监控画面 这个人 怎么那么像你 该不会真的是你偷了我的包卖二手吧 不 不是我 误会 晚晚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可另外一个监控画面 拍到了他的正脸 他无从抵赖 宋亚真的慌了 他又一副娇弱的模样 红着眼睛 急急地解释着 我以为 我以为是阿越送给我的 所以我才 阿越我不是故意 要卖掉你送我的包 实在是我爸妈逼我的 他们想要给我弟弟买房子 我 宋亚抓着我哥的手臂 像以往无出次一样 将所有错都归咎到了 他的原生态家庭上 我宋没送你这个包 我很清楚 我哥没有像往常一样 给他台阶下 可见 我哥已经对他彻底的失望了 虽然还不能证明 宋亚和男人是一伙的 但他偷我包的事情是事实 警方问我怎么处理 按程序走吧 不思了 不 晚晚你救救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偷你包的 我是被逼的呀 阿月你看在我们在一起 这么久的份上 你帮我求求情 我不能坐牢的 现在知道害怕了 偷包的时候想什么呢 不思了也行 但这件事情 我要告诉学校 看学校怎么处置你 也不能告诉学校 不然我会被开除的 二选一 你自己选吧 我丢下这句话后 便和我哥一起离开了 最终宋亚选择了 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学校 宋亚在学校里 一直都是白富美的形象 漂亮大方 所以人缘很好 所以当校方 以她偷窃为由 将她开除的公告贴出来后 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 宋亚偷窃 她偷了啥 严重到要被开除 听说是价值八十万的中古包 她不是白富美吗 怎么会偷东西 什么白富美 她爸妈都是下岗工人 她当捞女养哥哥弟弟的 宋亚让我射死 可到头来 射死的人却是她 还有什么被全校几万人 亲眼目睹 被开除更射死的 你真歹毒 宋亚离开学校前 一副恨不得杀了我的样子 目自欲猎 你们有钱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看着她这副 明顽不灵的样子 我觉得她没救了 如果你和我哥在一起 只是单纯地为了她的钱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等你日久生情 爱上我哥 可你是昏托 你只想掏空我哥 然后甩了她 奔向另一只肥羊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是你设局害我 你个贱人 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宋亚知道 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道理 回头是岸 她也不会最后 落得那般凄惨地步 我哥和她分手了 但送给她的东西 并没有要回来 宋亚脸皮也事后 她竟然叫杨潇来 帮她搬家 其完你干什么 好好地盯着你 你找来的搬家公司啊 万一有人手脚不干净 又偷走点什么怎么办 谁稀罕 宋亚狠狠地翻了我一眼后 加快了收拾的速度 好家伙 我哥送她的 哪怕是双拖鞋 她都拿走了 萧哥哥 我都收拾好了 我们走吧 她晚上扬萧的胳膊 鼻口朝天 对着我哥阴阳怪气着 齐悦 做男人要大方一点 才能讨女人欢心 为了区区一个八十万的包 就把送女友送到警察这种事 以后别做了 容易断子绝孙 我哥气得浑身发抖 但好教养 让她只是冷漠地看着 自己曾经很喜欢的女人 你就留着你那点钱 和你妹妹相依为命一辈子吧 萧哥哥 我们走 宋亚挽着杨潇 头也不回地离开 杨潇上车之前 偷偷地对我比了个OK的手势 计划成功了一半 可我这心里却不好受 尤其是看着宋亚 那么亲密地 靠在杨潇怀里时 这胸口就像堵了一口棉花 不上不下的 难受得厉害 听杨潇说 宋亚如愿以偿地 住进了杨潇 给她买的房子里 时不时地邀请小姐妹 到家里开party 发朋友圈炫耀 得瑟得不得了 杨潇呢 出国了 嗯 杨潇 宋亚像盯着肉的狼狗一样地盯着她 她吓死了 说宁死不屈 她可真不懂得怜香惜玉 我嘴上这么说 可心里却莫名地轻松 她今晚就有个party 好像请了好多学校里的人 你也知道 自从她被开除后 就一直愤愤不平 她最近频繁地炫耀 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 杨潇一脸看热闹 不嫌是大帝把打探的消息告诉我 他们就信了 信啊 当然信了 她出手大方 送的都是奢侈品 能不信吗 杨潇给她买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哥之前给她买的 精心地打扮一番后 我和杨潇一起来到了杨潇送给宋雅的别墅 看着盛装打扮 一副女主人姿态的宋雅 我便不由地冷笑一声 骗人骗久了 到头来连自己都骗进去了 可不是吗 住着骗来的别墅 就真以为自己是白富美了 杨潇也跟着讥讽 你来做什么 宋雅见到我 立马进入戒备状态 警惕地看着我 怎么 是来替你哥抱不平的 齐婉 你回去告诉你哥 我没爱过她 我就是看她有钱娃娃而已 你不知道吧 她送我的那些礼物 还不如杨潇送我的十分之一呢 宋雅一脸得意 全然不顾忌杨潇的亲妹妹杨桥 这是得多自信啊 杨桥 你哥喜欢我喜欢的厉害 他说 这次回国 要给我一个惊喜呢 我估计是要和我求婚了 你要是识相一点 就和齐婉绝交 这样一来 我嫁给你哥后 还可以赏你一口饭菜 否则 别怪我把你赶出家门 杨桥一脸无语 我也很无语 怎么打算金盆洗手了 怎么都是女蛙造的人 天天她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脑残得山崩地裂的 你胡说什么 我和杨潇是真心相爱 宋雅有些恼羞成怒 大概是怕被人知道 她是昏托的事情吧 宋雅 他们两个是谁呀 穿得这么寒酸 丢死人了 该不会是你们家杨潇的暗恋者吧 宋雅的小跟班围上来 嘴脸一个人比一个尖酸刻薄 宋雅笑得春风满面 大概是趁机溜进来 想偷拍几张照片蹭流量吧 哦 原来这样啊 难怪不认识呢 宋雅还是你厉害 找的男朋友一个比一个厉害 宋雅的小跟班继续吹捧着 宋雅越发得意了 没办法 谁让我长得好看呢 这男人见了我就都跟丢了伙似的 宋雅说完后 眼唇咯咯一笑 好不搅柔造作 你们两个拍完就赶紧走 别在这儿碍眼 我看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 该不会是想偷东西吧 雅雅 你可要人看住了 毕竟你那些衣服什么的都挺贵的 宋雅善解人意的一笑 我觉得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了 你前几天还和我说 你前男友的妹妹偷你包呢 她口中偷你包的前男友妹妹 该不会是我吧 听着宋雅和她小跟班的茶言茶语 我恶心得快要吐了 宋雅心虚地不敢看我 赶紧走吧 不然我报警说 你们私闯民宅了 是该报警的 我拿出手机 当着宋雅的面 狐疑地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我要报警 有大概二十多人 跑到我家来开party了 对 我都不认识 你们赶紧来吧 他们的人现在把我和我朋友围住了 我们受到了威胁 宋雅瞪圆了眼睛 毫无形象地大叫着 小贱人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你家 这是我家 但任凭宋雅怎么喊 我都不搭理她 我就等着警察来 警察很快地就来了 和警察一起来的还有物业 物业经理一见到我 便客客气气地和我打招呼 齐小姐这么晚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指了指宋雅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 我每年交那么多物业费 你们连有人闯进 我家都不知道 物业经理战战兢兢地 这 这 他们当然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宋雅现在开的车也是我的 是陆入过车库系统的 当然能随意地出入了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套别墅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宋雅咬牙切齿 又底气十足 可见他是有多相信阳霄 你们等着 我现在就去拿房产证 宋雅登登地跑回去 把房产证拿了出来 交给警察 你们看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宋雅 我就是宋雅 这栋别墅是我的 是他们两个私闯民宅 警察同志快把他们带走 警察翻看着房产证 脸色逐渐地阴沉 宋雅是吧 你这房产证哪里来的 当然是我男朋友送的了 我男朋友是杨潇 就是杨氏地产的继承人 警察又仔仔细细地翻看了几遍 确定了 你这房产证是假的 什么 假的 这怎么可能 宋雅大呼着 刚印都弄错了 下次办假证 找个技术好点的 宋雅脸色大变 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杨潇送我的 怎么可能有假 我就说嘛 这栋别墅的业主 一直都是齐婉齐小姐 什么时候换人了 物业经理嘀咕了一声 宋雅立马狠狠地瞪着我 起碗 你把话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换走了我的房产证 对 一定是你 你嫉妒我抢走了阳潇 故意陷害我 小贱人 赶紧把我的房产证还给我 不然我饶不了你 宋雅一边吼着 一边朝我冲过来想打我 但被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 他高高举起的手腕 用力地捏在掌心 宋雅 从你算计我歌开始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你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算计你歌了 我和你歌是正常恋爱关系 你请我愿的 你自己有恋歌皮少在那污蔑我 我想打宋雅很久了 以前为了我歌一直忍 是到如今也不用忍了 于是我狠狠地甩了宋雅两个巴掌 打得他原地转了两圈后 跌坐在地上 你敢打我 警察同志你们看到了 他打我 你们快把他抓起来 我要告他 我自卫也不行 他先打我的 迎上警察警告的眼神 我理直气壮 对啊 我作证 他先动手的 杨乔也理直气壮地替我作证 这时我拿出了房产证 他们擅闯我家 我的人身安危受到了威胁 打他两巴掌不为过吧 警察接过我的房产证 又仔仔细细地检查着 我能作证 齐小姐真是这里的业主 是他继承他爸妈留下来的遗产 不仅这一栋 在二期那边他还有两套大平层和三个商铺呢 物业经理也替我作证 假的 警察同志你们要看清楚了 他手里的是假的 我才是业主 宋亚崩溃地大叫着 可惜无济于事 铁正在前 再加上我这个业主一口咬定 他未经我允许擅闯我的别墅 警察将一行人带走了 我哥和杨潇很快地就来了 我哥拿出我当初我继承这栋别墅的一系列资料 杨潇否认他送过宋亚房产证 宋亚私闯民宅的罪名坐实了 加上他破坏了别墅的装修和丢掉了一些贵重物品 坐牢是铁定的 宋亚的罪不止如此 我把他当昏托骗财 骗色的事情也全都和警察交代了 就算我哥送给他的东西 是我哥自愿的 他之前偷我的包 我私了了 但后来我发现 他不止偷了我一个包 而是好几个 其中还有爱马仕 七七八八地合计损失了好几百万 根据我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地就将宋亚的同伙抓到了 男人对他和宋亚做的事情 共认不讳 而且他不是外人 而是宋亚的哥哥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 宋亚的爸妈 哥哥弟弟全都做这一行 分工明确 寻找猎物 定制计划 变卖所得物 一条龙 证据确凿 宋亚全家坐牢 宋亚喊冤 大吵大闹的 要见我哥和杨潇 但我哥知道他是昏托 是故意接近 他骗钱之后 就已经彻底地死心了 别说见他了 没补两刀 都是他教养太好了 至于杨潇 他本来就是我请来 故意引他入局的 又怎么会见他 一个月后 案子宣判了 宋亚因刑骗 盗窃 私闯民宅 并损坏贵重物品 恕罪并罚 被判了七年 而他的家人 也都纷纷地坐牢 宣判结束后 宋亚要见我 我同意了 宋亚一改往日的光鲜亮丽 此时憔悴不已 早已经 没了当日的风采 他一身求福 蓬头垢面地坐在我对面 起碗 我恨你 但更多的是 极度和羡慕 羡慕有个好哥哥 有个好家事 一出生 就锦衣玉食 住豪宅 开名车 随随便便一个包 都要我辛苦几个月 才能挣来 那又如何 难道我们有钱 就活该被你骗 我冷笑连连 宋亚 你知不知道 错过了这辈子 最爱你的男人 我哥虽然没说 但他这段时间的 隐忍的痛苦 我都看在眼里 更让我心疼的是 他知道宋亚是 故意接近 他可却抑制不住 对他的爱 这种折磨 让他夜夜不能成眠 整个人都受了一大圈 不可否认 你给我了我哥 他渴望许久的家的温馨 所以他愿意被你骗 可偏偏你不识好歹 太贪心 随便一个比我哥 更大方的人出现了 你就毫不犹豫地 抛弃了他 宋亚 这辈子你都遇不到 我哥这么好的男人了 好好地坐牢 忏悔吧 哦 忘记告诉你了 我哥早就准备好了婚房 并写了你的名字 可惜你用不到了 杀人诛心 严禁于此 我起身离开 身后是宋亚崩溃的咆哮 不 我要见齐悦 我要见他 任凭他怎么喊 我哥都不会再见他 或许 他会在我哥的生命中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往事如烟 终将随风而逝 离开法院 我没想到杨潇竟然还在等我 他站在台阶下 午后的阳光刚好照在他的身后 他对我笑 刹那间 我心跳如雷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在台湾 在台湾 不散 。 不散 我们下期不散